我現在要簽署這個簽署 這是一個很榮證 我不知道誰要來 但是告訴他們我們忙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 新冠仇恨犯罪法 簽署儀式在東廳舉行 現場有68人出席 包括貿易代表戴琪 這是拜登上任後 白宮最大規模的活動 美國總統簽署法案 通常一個簽名 會用好幾支筆作為紀念 拜登簽名只用了一支筆 其他的敲一下代表 也用在法案簽署上 從去年3月疫情爆發到現在 美國有報案的 亞裔仇恨犯罪有6603起 紐約眾議員孟昭文 和夏威夷參議員廣野慶子 提出新冠仇恨犯罪法 被映稱為反仇恨雅裔法案 法案將加速審查 疫情相關的仇恨犯罪 輔助地方政府 提供多語言線上報案管道 也禁止用種族歧視語言 來形容流行傳染病 全か殺在口中存在 下往也發走了 人亏名 通常中共報索上 罷了 werk 逍適合 wrestling す 另一趟 但 毫無 拜登表示他期望法案的簽署 能开启只顾政党利益年代的终结 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